共產邪教在全球的傳播 依賴的是暴力和謊言 當一個大國向小國輸出 這種邪教意識形態的時候 暴力就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 自由社會如果不能認清 共產主義的邪教特徵 就會對它憑直暴力或謊言 吊以輕心 今次我們所關注的 就是共產邪教在亞洲、非洲、 南美和東歐的擴張和滲透 1.向亞洲輸出革命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 實際上就是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 1919年蘇聯成立了第三國際 企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 讓整個國際社會完全赤化 1920年4月 共產國際代表維京司機來到中國 5月在上海建立了聯絡署 準備組建中國共產黨 在其後的三十多年裡 直至中共建政之初 都只是蘇共的富庸 毛澤東在那個時候 每個月拿蘇俄 160到170元的經費當工資 而當時上海每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 就只不過是20元左右 中共的奪權過程 還與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有關 這是杜魯門放棄對蔣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 他將中國拱手讓給蘇聯支持的中共 杜魯門還做出 在二戰之後撤出亞洲的決定 1948年 美國立即從韓國撤軍 1950年1月5日 杜魯門發表聲明 表示美國會在亞洲奉行不介入政策 對蔣介石的台灣不提供軍事援助 如果台灣與中共發生戰爭 美國將置身事外 一個星期後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重申了這個政策 他聲稱 如果在朝鮮半島發生戰事 美國亦將置身事外 雖然後美國因為朝鮮入侵韓國 導致聯合國出兵 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政策 但美國在此之前的對亞洲不介入政策 的確為共產黨在亞洲的擴張 創造了條件 中共輸出革命可謂不計成本 除了訓練各國遊擊隊 提供武器 派出作戰人員顛覆各國合法政府之外 還提供大量金錢支持 在文革瘋狂時期的1973年 中共對外援助達到了創紀錄的佔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 據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 1960年除了運往紀內亞的1萬噸大米 還有1萬5千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 從1950年至1964年底 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 這些援助金額裡 由於1960年至1964年 我國最困難 即大饑荒期間的時候 用得最多 其中1958年至1962年的 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期間 對外援助款項 僅達23億6千萬元 這些錢如果用於購買糧食 是足以救活所有被餓死的三千萬百成 因此 這些冤魂不僅是為中共大躍進付代價 亦都是中共輸出革命 毀滅世界的犧牲品 1. 朝鮮戰爭 共產邪靈為毀滅全人類 以力圖佔領世界 因為它亦會利用 人對權威名利的慾望 誘惑人向世界推廣它的邪教意識形態 斯泰林、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等 都是在這種野心的指使下行事 毛澤東在1949年拜見斯泰林的時候 已經給喪權辱國的21條更屈辱的條件 準備犧牲百萬軍人和上千萬勞工的生命為代價 幫助斯泰林在歐洲建立霸權 以此援取蘇聯支持他控制朝鮮 1950年6月25日 朝鮮發動了預謀已久的侵略韓國戰爭 三天內攻陷了漢城、首爾 過半月之後幾乎佔領了整個朝鮮半島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3月 毛澤東就在東北佈置重兵 隨時準備入朝鮮參戰 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 其實還有一個險惡用心 就是將國民黨在內戰時投降的百萬士兵 送到前線做炮灰 到戰爭結束的時候 中方傷亡也達到百萬這麼多 朝鮮戰爭的結果是南北分裂 而朝鮮在蘇共和中共爭奪控制權的時候 就兩邊通吃 例如1966年 今日城訪華 當他知道北京正在修建地鐵的時候 他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無常和他興建一條 毛澤東立即決定優先且無常 為朝鮮去建地鐵 將北京正興建的地鐵停工 將一切設備和人員 包括鐵道兵兩個師 數萬人和大批技術人員送到平壤 朝鮮不用出一分前一個人 還要求中共要考慮戰備防空 結果平壤地鐵就成為世界上最深的地鐵系統 最深處達地下150米 平均深度是90米 但是之後 金日成就反面不認賬 說是朝鮮人自己設計 施工並且完成這一行工程 同時金日成還越過中共 有事直接向蘇聯匯報 要不就要錢要物 他還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鮮戰爭時 留下來的那些 企圖建立親北京政府的人 殺的殺 關的關 中共真是培了夫人又截兵 等到蘇共跨台之後 中共對朝鮮的援助也大不如前 朝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就絲橫遍野 2007年 韓國非政府組織 朝鮮淘北者聯合會說 在今時家族執政的60年間 至少有350萬人 是因為飢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 這也是共產邪靈政權 在輸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債 2. 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之前 1954年 中共支持越共戰勝法國 而有日內瓦協定及南北越南對峙 其後法國撤出越南 北越對南越的入侵 還有美國的介入 於是就令到越南戰爭 升級為二戰以後最大的局部戰爭 美軍直接參戰的時間 從1964年持續到1973年 早在1952年 毛澤東就向越共派出顧問團 他的軍事顧問團團長 就是中共上將為國稱 中共派出的土改顧問團 將越南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 關押和處決 引發了北越的饑荒和農民暴動 中共和越共聯手鎮壓這些暴動 並發動了與中共延安整風類似的整訓和整軍運動 毛澤東為了成為亞洲共產黨的領袖 不顧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 大規模地去援助越南 1962年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 終止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 準備恢復經濟 令毛澤東退居而善 但是毛澤東不甘心失去權力 於是橫漫加入越戰 而沒有軍權的劉少奇 面對開動了的戰爭機器 就只能放棄恢復經濟的部署 1964年7月 越共在北部灣以魚雷襲擊了美國軍艦 製造了北部灣事件 引發了美國正式參戰 隨後為了和蘇共爭奪對越南的控制 中共出錢、出物資、出人 根據陳憲輝在革命的真相 20世紀中國幾時中的數據 毛的緩越帶給越南深重災難 造成越南五百萬平民死亡 遍地廢墟、地雷區和崩潰的經濟 中共向越共提供的無常援助中包括 足夠裝備海陸空軍 二百多萬人的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品 一百多個生產企業和收配廠 三億多米布匹 三萬多部汽車 數百公里鐵路 五百多萬噸糧食 二百多萬噸汽油 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 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 物資金錢緩越之外 中共還秘密派出三十多萬解放軍 換上北越的軍裝 輪番進入參加了對南越軍和美軍作戰 為了保密將無數陣亡的中國士兵 直到1978年 中共對越南的總援助達到二百億美元 而中國1965年的GDP 都只不過得七百零四億人民幣 按當時官方匯率 大約折合二百八十六億美元 1973年 美國在自己國內共產黨分子煽動的反戰運動下妥協 從越南撤軍 1975年4月30日 北越佔領西貢 南越滅亡 越共在中共的指導下 開始了類似中共奪權之後的震反運動 越南有大約兩百多萬人冒死逃亡 成為冷戰時期亞洲最大的難民潮 1976年 整個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 3.紅色膏綿 在越戰中 越共要求中共大規模援助越南 但這個後來也成為中越反面的導火線之一 中共為了輸出革命 以巨額援助為代價 要求越南不停和美國打下去 但越南並不希望長期維持這場戰爭 從1969年開始就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四方會談 而到了70年代 林彪事件之後 毛澤東急需在國內樹立威望 加上中蘇在珍寶島開戰之後 關係更加惡化 毛澤東又聯同美國制行蘇聯 邀請尼克遜訪華 在這時美國也面對國內反對越戰的聲浪 不願意繼續打下去 越南與美國簽訂了和平協定 越南與中共越走越遠 向蘇聯靠近 毛澤東對越南極為不滿 決定利用柬埔寨制約越南 越南與柬埔寨的關係更加不和 最終兩國開戰 中共對簡共的扶持從1955年就開始了 他們讓簡共領導人到中國接受培訓 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的簡共最高領導人位置 就是1965年由毛澤東任命的 毛向簡共提供金錢和軍火 單在1970年 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3萬人的武器裝備 等到美國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窩 當地的政府根本就無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產黨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當權之後 實行極端恐怖統治 宣布廢除貨幣 下令強制所有城鎮居民都要到郊區參加集體勞動 而且屠殺了所有知識分子 在三年多的時間 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但是受到中共領導人張春橋和鄧穎超的大力吹捧 等到越南和柬埔寨開戰後 不堪忍受的百姓 紛紛都支持越南軍隊 在僅僅一個月 紅色高棉就全線崩潰 雕塞了首都金邊 紅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區打游擊 1997年 波爾布特的倒行逆施 甚至激起內部的反抗 他被紅色高棉總司令塔克莫逮捕 並被判處終身監禁 直到1998年因心臟病發而死 儘管中共百官阻撓 2014年柬埔寨特別刑事法庭 以反人類罪判處紅色高棉二號人物 農謝和前總理喬心潘終身監禁 越南對柬埔寨的戰爭激怒了鄧小平 加上其他因素 於是鄧小平打著自衛反擊戰的名義 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 中共輸出革命被各國華人帶來了一個慘痛的惡果 就是排華事件 至少幾十萬華人被屠殺 在當地經商和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 上世紀50到60年代 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 扶植印尼共產黨 印尼共產黨當時是印尼第一大黨 有300萬共產黨員 加上一些附屬組織 高達2200萬人 他們遍佈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 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罰共產黨人 毛當時正在譴責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 他極力鼓勵印共走武裝奪權的道路 因共領導人艾地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於是他真的準備發動政變 但是在1965年9月30日 右翼軍人蘇哈托粉碎了這次政變 最後與中國斷交 並處決了大批共產黨員 這次清洗其實還與周恩來有關 周恩來曾經在一次共產黨國家的國際會議上 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保證說 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 中國政府是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 輸出共產主義 使得東南亞一夜之間改進顏色 而印尼的大規模排華就由此展開 緬甸排華也與此類似 在1967年文革剛剛爆發無奈 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 在華僑裡大力宣傳文革 鼓勵華僑學生要帶著毛澤東的像章 和毛主席語錄上學 並且要與緬甸當局對峙 軍政府的吳愛溫將軍下令 禁止佩戴毛像和學習毛的著作 並且關閉華僑學校 1967年6月26日 首都仰光發生暴力排華事件 幾十名華人被毆打至死 幾百人被打傷 1967年7月 中共官媒號召 堅決支持緬甸人民在緬共領導下 進行武裝鬥爭 要大做內溫政府的反 隨後 中共向緬甸共產黨派出軍事顧問團 以及二百多個現役軍人 加入緬共軍隊 由壤在中國居住了17年的大批緬共成員 回到緬甸開展武裝鬥爭 之後大批中國紅衛兵和中共庇護的緬共武裝 從雲南攻入緬甸 佔領了善邦的果敢地區 大約有1000多個雲南之稱 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 文革前後 中共在亞洲地區輸出革命 多以鼓吹暴力為主 並提供人員培訓、軍火和軍費 但是中共放棄輸出革命之後 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風吹雲散 再營悟成氣候 馬來西亞共產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61年 馬來西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鬥爭 準備以合法政黨身份參政 鄧小平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召到北京 要求馬共堅持武裝鬥爭 因為這個時候中共認為 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東南亞革命高潮即將到來 就是這樣馬共的武裝鬥爭又延長了二十年 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 幫他們從泰國黑道購買軍火 並且於1969年1月 在湖南省奕陽市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 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謊言進行廣播 文革之後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鄧小平會談時 要求鄧要撤除在中國的馬共電台 和對印尼廣播的電台 當時中國國際上四面樹敵十分孤立 加上鄧小平剛剛復出 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於是鄧小平就接受了建議 召見馬共領袖陳平 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 中共也有向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斯里蘭卡 日本等地輸出革命 有些是提供軍事訓練 有些則是在輿論上的吹捧和支持 一些當年共產黨建立的組織 後來就成為國際供應的恐怖組織 例如日本的赤軍 他們的組織秋名遠播的口號是 反帝、愛國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 製造了包括劫機和屠殺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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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